縮緊 大家好 我是 我叫做 謝謝 我們公司是 叫做小廚生和小廚生公司 其實我們對外的話 是一個YouTube頻道 叫做美食自選廚房 這是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 主要是以料理為主的 一個YouTube頻道 那上面不是走一般傳統那種環境 所以跟大家講猜測 師父師父一到一到 我是走很多不一樣的風格 就拍一些料理實驗 味肌的一些知識型的影片 有點像就是會寫的那種 然後我介紹一些木炭 或者是一些民族的一些故事 那我知道Hank 是Hank 他跟我就合作過影片 這樣子 我跟他做了去年做過一次的餐車 你習慣忘了高級和牛海 對 然後今年我們也有 就是在福大陸做另外一場 那個餐車的效應 合作這樣子 所以Hank跟我算是朋友 我知道就是他也喜歡吃 我也也喜歡吃他做的東西 這樣子 那今天主要來的目的是 就是我們在 我是除了做影片頻道之外 其實我們一直團隊 我們有在吵論就是說 可不可以在料理飲食圈這邊 可以有更多的一個貢獻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努力 有更多努力空間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之前 我實在記過 可能在約這一次的 這個訊息 沒錯沒錯 我們就是有一個 聖食議題的一個想法 那這就是我現在我覺得 蠻有興趣去往下面發展的一個點 這樣子 那其實我現在就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聖食議題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就是 再往下面一接 不要就只是 待在一種普通的那種 就是可能一些基金會啊 單純的那種冰箱 那種聖食冰箱 像那樣子的做 我是希望可以結合現在最 現在是今年算是剛起 很勃勃開始發展的一個 優零餐廳的 優零廚房的這個概念 那但是如果想要 往這個方向去延伸的話 我們是 就一開始就會面臨到很多 資源上的問心 這樣子資金的場地一樣 那我覺得這就是 也許我會 這次我過來的主要一個原因 就是我在想說 不知道委員這邊 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方向 那可以讓我們找到一些 比較好更適合的一些場地啊 那更適合的一些 創投也好 那或者是一些對接的廣告 因為我知道 零生也有一個 新的社創的那個樓宅 然後有非常 我有看著那個影片 介紹的那個影片 然後發現 怎麼那麼多都跟職務相關 對 我們製作人在這裡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不錯 那這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點 這樣子 就是說 可以不要 那就是單純只是一個 像像機械會 或是單純是一個 那個叫做 非盈利組織 像這樣寫 所以說 盈利當然不是主要那麼低 但是還是可以有共益 沒錯 一方面可以維持永續的體育 第二方面大家看到說 這是一個 business model 沒錯 就像幽靈廚航在外送業 補給之前 其實大家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 business model 就是大家看好玩的 人在斷心現在 因為外送業現在有廣播 對 廣播到這個最底面 新的熱點 現在用於說話 就變成一個 大家都可以強勢 翹反的一個東西 對 對 是沒錯 那現在在台灣 已經有一些人 開始在試著做 幽靈廚房這件事情 但是都是零星的在做 那 而且包括Uber Foodpanda 他們自己也會想要推 那或者是說 他們現在也是 有一些擺貨公司的業者 他們也是希望活化自己的美食街 像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他們就可以去跟外送品 來去談到更低的那個分潤 然後 然後就是 因為這樣的外送品 他們可以一次性的這樣子來 可以很直接的去跟他們去餐 什麼什麼 但是他們這個畢竟還是在一個 就有一個體制內去做調整 對 那我現在希望就是 我們直接去 直接去有一個大型的一個場地 就是專門去提供 幽靈廚房的一個這樣的證據 OK 好 那我想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 我自己通常是說敘事 那因為 盛時是他的狀態 對 敘事是你拿他去繼續利用 對 這個像我們說 飛行少年 而且我昨天才去採訪一個叫 大改樂團 他們就叫大改少年 那因為飛行就是做了不良的事情 那但是 大概就是他蓋頭畫面了 對 所以就是生死到敘事就跟 飛行到大改 對 的概念是一樣的 對 就我們把那個詞換一下之後 這還會有新的意義 對 它就有一個大家都可以來做的感覺 因為不然就是一個 好像你指出社會問題 可是沒有好像解決社會問題 任何一個動能 好 但是不管生死還是敘事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好 好 那丟臨廚房其實在這裡面 因為你當時想說 其實有一個場地 所以這個我第一次想問 但是這個場地就專門是廚房而已 對不對 它就不是餐廳 它不會是餐廳 OK 那 同時間也會是這個團隊的一個辦公室 對 那就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分開來的一個空間這樣子 那 至於人可不可以在這裡面用餐 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因為你也可以 你也會希望是 它是一個小小一個 可以能夠聚集大家的一個點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我覺得 可以是 就是 在每一個 在每一個禮拜 我們可能 就是可以在每個禮拜 或者是一般人 那單純的進來用餐之餘 也可以讓 可以變成一個 是讓外送員聚集的一個小聚的點 因為他們也是一個非常值得被重視 而且可以主公的 他們可以就是用在那邊 可以在那邊揪團 對 可以在那邊揪團 然後討論一些他們需要的一些東西 像工會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優點 那我覺得這會是一個不錯的原因 就是 我們在一開始的設計之後 就把這些人的需求考慮進去 這會是一個更好的方式 所以我想認為你youtube30萬人嗎 對 對 就住機率這麼高 那裡面一定會有外送員 或至少外送員會有 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 呃 我們叫call to action 就是告訴他們說 欸有一些事情 可以做一些訊息 用你的頻道來釋放 是非常棒的 沒錯沒錯 所以這是 這是剛剛第一個 所以它不是餐廳 即使是餐廳 也是一個 event 的一個場所 對 每一次9點到5點 就當餐廳用 就這樣給你一次 對 那這個就比較容易 那第二就是說 您剛剛想提到的就是說 它當然一方面要長營這個概念 但是二方面 你也想要把它變成一個模式 就是讓全台灣 你想要有志於做這個題目 沒錯 都可以做 那這個有什麼想法嗎 就是說 你們已經有 你剛剛說的 各地一些燈點的 這些留言廚房 你是說 他們已經有些人 在想去實質的題目 還是說 你現在正在做一個 KID 翻傳給你 找自己 OK 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廚師圈裡面 他們有一個團隊 叫做Kirk Mania 那這個Kirk Mania 他們就 針對聖史議題 他們辦了一場大型的活動 但是這場活動 他們僅限於廚師圈裡面的人都知道 然後他們還嘗試泛飄 但其實 並不是說非常的成功 對 因為他們也缺把管道去傳播給一般的人這樣子 那他們 但是那就變得有點像是廚師們之間的一個自拍性活動 那樣子 但他們做得很好 這個是很棒 就是整個質感啊 然後他們做出來的料理 其實都很不錯 就是欠缺大眾的餐飲這樣子 這比較可惜 因為你不講完還一定會 對對對 他們的團隊叫做Kirk Mania 對 那他們就是一群非常熱心的一些廚師 那他們的議題就是 就是 他們都設施 還是非常好啊 對 那他們叫做Function的神 這個也叫做Function 也可以 也可以 對 沒錯 那他們就是一群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廚師 那他們在料理圈裡面都是各具一方 他們都很有自己的能量跟他們的一些敏感跟想法 他們都會做出非常棒 透過這些事做出很大的料 那他們也都在選求新的一種模式去 不管是破章也好 或者是加入新的概念 在他們平板進入新的概念也好 那我覺得這東西會是一個點點發揮的舞台 所以我確認一下我聽到 就說第一個是說他們在華山有只有他們 不是只有他們自己的小圈 就是人們都被賣 對 那第二個說因為可能事情往路上曝光 不一定很足夠 對 所以實際來的人並沒有變成一股 然後運動的這種概念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現在跟他們的關係比較像是說 你是他們這個概念的一個比較好的朋友 那但是這個概念也不是只是他們的 是被所有人共享的嘛 沒錯 所以那他們在你的這個想法的角色會是什麼 就是他們跑去陪幽靈廚房 他們可以去貢獻 對 他們可以住 那我們假如說我們這是一個想像大野100坪的空間 那我們可以把它規劃成好幾個幽靈廚房 同時建立 就變成是原本傳統的美食街的那樣子的概念 幽靈廚房街 像這樣子 他就是料理貝克街這樣子 對 那他們就會在這邊供應他們非常優質的 但是又有宣揚裡面的餐點這樣子 然後同時間 我們就是這樣就可以把這個模式串起來 然後他們來這個地方住點 然後他們可以用比較便宜的租金 所以可以得到比較便宜 因為比起外面 如果你要去找另外一個點去做這件事情 你花了錢你會相對的這樣使 也比較 對於一般的 對於一般如果想要剛開始創業的 剛開始創業的餐飲業的人 他要投入的成本也可以這樣子 因為他不需要一樓 不需要店 對 理解 他可以收在地下樓 對 都可以 甚至我們社窗的地下室 其實也有團隊在想這個題目 那包含他們現在有一個乾媽片嗎 那所以事實上也有一個 類似一個outlet的感覺 那當然乾媽片不可能做一堆人吃飯 但是至少你可以去看到他們的場景的理念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不錯的想法 那我最後想問的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盛世圖的題目 他一開始不管我們敘事到什麼程度 一開始還是有盛世 那大家對食安都非常的忠實 所以表示說 你怎麼確保你的這個來源 一方面供應無餘 但是二方面食安上面有問題 我想你如果要進入這個場地的話 這應該是所有人都問的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發動群眾物資 那你第一個要回答的應該也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覺得零量廢 零費機很好 但是如果不可以 因為這樣子有食安的風險的話 那當然大家是不會買的 對 那這個你有想過嗎 或者是你的初生呢 我們關於這個敘事議題 對 我會希望把我們的重點 focus在機器品 或者是已經有稍微 稍微有重置加工過的一些食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充塑果 就格外品 對 那這種東西其實 它本身都是很OK的 當然很OK 可能是很OK的 那只是 只是可能你在一般的通路上面 大家不見得會習慣 不見得有充足 而且margin就非常高 對對對 加工是一個過程 也有做法 然後宣揚醜蘇果 讓它變得好玩有趣 或者是怎麼樣 透過廚師的創意 去幫這些東西 做料理上的加工 料理上的廚藝可能變醬汁 可能變成它的擺盤之一 因為現在創新的一些料理房子 它其實就是滿大器的 然後後現代就隨意漂流 對 他們都有辦法把它變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這個空間就是 這個空間就可以把醜蘇果這個理念 再一次的做一個宣傳 不是說現在沒有人在做 而是說這個可以再一次的做強調這樣子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機器品它並不是過期品 不是快過期 對 對 那同樣的求出過期是 因為它在生產過期中 通常會被淘擠 所以它並不是說它不新鮮 或者是說它的品質這個有問題 它並不是說營養價值有問題 而只是長得不好看而已 甚至也有人就是雞蛋 有些他們 因為雞蛋都現在大部分都會是希望是一個標準 一定大小的 對 如果太小的殼賣不得了 但其實小顆的蛋不好嗎 當然一樣 當然一樣 對 對 那我們也知道那種 會有那種 安純 安純蛋它就是小小顆 它就是在高級餐店裡面你猜 他們那種賣價格也高 然後你都弄得很精緻的那樣子 其實那種未達標準化規格的那樣子的想法 就是接近你這樣子 對 它反而有這個技術品 反而有價格 對 所以其實這些地方都只是欠缺一點點的程度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大家原來介紹的模式 OK 好 那所以這樣聽起來就是說 既不是架構 也不是南極橋的那個模式 就是不是倒的氣瓶 而是機器品 那所以這個聽起來是一個很安全的一個環境 對 那當然反過來講就是說 那它就表示說你的經過的來源 必須本來就已經確定說 它的個外景也是經過相同程度的平環 因為你們當然不希望熊市來做平環 那今天是來的時候已經是平環好的一個狀況 對 那這個的話就等於是你要用類似想起作的這種概念嗎 去跟你的商友去收購 對 那這部分你是已經做到了 還是這部分也是你的方便需要幫你做的一個 這部分就是我們還沒有在 我們還沒有往這一塊去沿下做 那這就是我們目前的想法 OK 我們社會中間有一個很有名的叫做外景 他們談這個藍綠已經談到 就是他們收到大概15%就是好的 那很厲害 對 那所以他們當然主要是做重複國制跟國家 但是因為他們就是一直談到變成像網民集團的功能上 那所以就是經過他們的就是平環跟加工之後 那這部分其實他們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像國差這樣 那這個部分 對 所以我也蠻建議說 至少了解一下他們怎麼做的 因為他們有一套就是談判的方式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OK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具體的這個地點 你會想要在台北市 還是在其他的地方 首先當然會希望是在台北可以做的 暫時先以台北為主的話 我們 因為為了要讓這個整個遊泥餐廳的事業可以做得起來 它必須要是在一個可能 可能 也不能 要是它是精華區這樣子 但是它又要是稍微比較 閒置一點點的一些位置 那它腹力也要稍微廣一點 那就像我說 它不需要是在一個店面 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 像是我住的中餐廳 它其實就有很多像這樣一些地方 那它是一個精華區 沒錯 但是那些閒置空間其實也不少 那我覺得像松山啊 像興義啊 像是中 可能中山區 可能也會都會有像這樣子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 我會很好奇就是政府有沒有一些資料 有沒有一些資訊可以提供 那就是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公開的地方 然後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公開的地方 或是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公開的地方 今天聽到一個公開的地方 就是 都是 好比想說變成社會住宅 那我們知道說一定住宅的社會住宅 現在都必須要晴天床園的這個設施 那像Linco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世大運選手村嘛 他們做成社會住宅 但是因為必須要晴床的設施 自從不現在就做了Linco新床園 那Linco新床園的特色就是說 一方面有一個基本的呼客群 因為住在社會住宅人際小便宜的東西 對 那二方面是說它的交通 雖然說比較遠一點點 但如果以物流的角度來看 還沒有到非常不方便的程度 所以你還是送得到人家家裡吧 那但它當然作為展示就是很好的 因為就是平常一步的路過 那但是這個是完全對你的威脅的 因為你平常也沒有要人家路過 如果要路過的話 還不如藍色窗廚房辦一個活動 對 那所以我可以說 像Linco新床園那樣的地方 聽起來是蠻適合你的這個概念 那當然如果再到遠遠 像到桃園 桃園當然也是有很多物流 這個集賽的地方 他們有很好的物流產業 但像你要Surf的人 可能就反而是桃園跟新北的人口 對 或是台北市的人口 對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第一個Pilot 可能它不錯的時候 你不需要台南 它主要還是要把這個模式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 我覺得自然就會有拿你這個kit 然後去加我們的朋友 自己在桃園也好 或是在燈靠基隆那邊也好 或是台中啊 台南啊這些地方 自己開示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因為對你來講出來是懸崖理念 對 好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外層 那你在社創團隊如果你要加入一個話 那你現在是用這家公司同時做這個產品線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簡單 目前社會你這家公司做什麼 那很好啊 對 那有可以登錄了嗎 我已經有登錄 我是一個付費我這公司 那很好啊 對 對 那登錄完之後 理論上就是你也可以變成這邊的進步團隊 等待進步團隊的話 至少就是像你會到地下是網民圈 就是有Sports 那尤其是你的一些活動 好像說你要用廚房做的這種demo的活動 那這邊都可以優先讓你使用 所以 很棒啊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這邊當時在這邊 大家一起發想這個動作用的時候 那第一名要的就是廚房 到底是廚房要拍到白眼11點 還是廚房可以直播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講到全部的原因 因為理念的倡導這個一定是要靠事物嘛 那時候可能全台灣的人都放在裡面吃 所以有直播這個是非常的幫助的 那很多像你剛剛講的 《額外頻道》 《小農娃》 《自然紅髮》等等等等 就在吃的過程中就已經宣揚出去了 所以我會蠻具體建議說 最近11月11月號以前 那我們直接來這邊 你公司生意體系統 我們從去年3月12月 所以那你可以投社創組 也可以投新創組 新創組是新的公司 社創組你可以不一定是公司 就是任何合作社發言人間都可以 但是要有商品或者是服務 那必須要是符合內容 有其他的目標 當然剛剛講的是一個不學藝人 當然是一個人去發展目標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在找你真心去知 然後看一下你投新創組 你覺得比較對微 但是因為你兩個資格都會符合 所以你就 肯定可以移到兩個 看一下徐智阿達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 因為有些是我們的新創團隊 但是他的工作 雖然不直接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他變成生態系的一個很好的方向 像我們有一個新創組團隊 他做的就是 他去看所有CSR的報告 然後呢 你在做的這個題目 叫大方便自己打進去 他就會自動幫你照到CSR 他就會很容易的跟你產生連結 那如果你是一個企業的CSR 你幫助過這些朋友們 他們有一些資料混亂 你也不用自己去信 他有一個AI翻過來 因為他現在可以互動 也可以生成 所以他有一個AI幫你把這些資料配置 美論美觀的 有續報告書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大幅降低 但是Lowell 你去放到OBAN 蠻酷的 我覺得這聽起來還蠻還不錯 因為我們現階段 那我們的團隊人不多 三個 那我們現在就是多了一個外包的姐姐 跟人工不成這樣 那我們是 的確是會有一個 未來是有一個辦公室的需求 對啊 那如果我們這個 這個 我這個想法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 一些夥伴一起加入 然後我們也可能很幸運 可以找到一些資金的 資金的投資的話 那辦公室是一個必須的一個需求 當然我也是很希望會 可以找到一些有興趣 我們這個 之前我們這樣想法的人 然後他們派對我 有興趣過來 我們一起做一些投資 這樣 我覺得當然一方面是 就是 你剛剛講的就是 一個一個去談 認同這個理念的人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因為你畢竟是自媒體 所以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還是說 如果看了你的這個訊息 他覺得突然突然松原 他是不可 總之就是比較不是出事權 就是任何一代人 他如果感興趣的話 他要怎麼樣來參與你這份工作 那這裡面當然 現在大家滿紅的 就是像 全市群眾募資 或者是委會市群眾募資 這個都是 全市群眾募資 這個東西 對 那 因為如果你的 business model 已經有一個點去證明了 那你接下來就是要展店 那展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群眾募資 然後讓實際已經受你這個 社會影響力 覺得有幫助的朋友 甚至報盤做這些 又來又來又來 等等 他自己也可以 透過這種 互選是群眾募資的平台 然後去進行一個 就是不是只是支持你 而是一後一 我真的賺錢了 那他也可以賺錢的 這樣一個工作 那這部分 臺灣 最近又紅了一波 是因為 全市群眾募資 以前的那個 作業成分比較高 但現在因為有區塊鏈技術 所以他就出現STO 那STO就是 全市群眾募資 但是是用區塊鏈技術 來 來側信 當然你最後還是需要 找分析師什麼 但是 他們的作業率已經比較慢了 那 區塊鏈技術很即時的 所以所有人 就從馬上就可以看到說 欸就是他的資金 沒有像他們的 沒有被被 物料而行 直接進入你的這個 物群結構原來的 經營結構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在這邊 就是人家聖明慶祝 那就會到明年 十月三十 就是很長的一段經濟期 那社創跟基辛創 團隊都是同時 進行同時出 所以等於是隔壁辦法 那所以你不管在哪一組 其實一方面 就是會有一些 症痛到的朋友之外 大家也可以取卸這種 你經營群眾募資 或是你同時 群眾募資的一些 基本概念 那這樣的話 認同你的朋友 你馬上就可以說 欸那我 我會被外公開的壓力 會比較少 你甚至你募的時候 今天巡訪 就是說有多少股權 是群面 給你這個投 那你的投資人 再投對兩個 表示說他不會 好像一個人吸收 群眾的風險 總是有群眾 跟他一起吸收風險 這個相貌我昨天才在那邊 跟我同事在那邊閒聊就是 欸有沒有群眾募資 可以買股份 對對對 我的資料 我丟出來的 根本想說怎麼可能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 沒想到已經 都已經被區塊鏈 把它做出來 這也是今晚回經驗的 我個人驚訝 這個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應該大家都 還不太知道這個事情 對啊 因為太幸運了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 可以再深入地去研究一下 然後設計一下 一個好的方式 讓大家都知道這樣子 嗯 我覺得這樣不錯 對啊 那我覺得 就你的公司 是因為是在 你在這邊的推廣 裡面的branding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個也是 另外一回想的 就是說像 原配農房 大家也許聽過 但是 我們部分有些公司 就比較沒有知名度 但是重點是說 他們要推行的是 這個概念 那各外的朋友 當然就是 各外民的概念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branding 你也可以再想一下 就是 不一定是要用消除 而是可能用一些別的 概念 一個新的一種東西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你在社床登錄的時候 你其實 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的公司名稱的時候 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branding 可以變成你的 登錄的主旨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看現況裡面的那個 就是社床的發展程度裡面 它就可以變成你的 這個branding的listing 就是你主要看到的是 那個branding 那私要看到的 才是那家公司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這兩個是 別人所有人在一起的嘛 它並不是說 你自己另外一套一套 但是至少你的那個概念可以先行 那所以像我這邊原配的做法 就是原配 然後防止它的原定 在學過某個部分有限公司 那這部分我有一個想法 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最近剛好 跟了兩位 算是蠻厲害的一個 年輕組織 我們也跟他簽約 然後他們本身就有一個 很是專業叫做 叫做 嫁窩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改成叫做 叫做 嫁窩時光 的一個像這樣子的地方 所以這個其實 也已經是我們公司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出發點 嫁窩我覺得也不錯 對 然後電腦不然是我們家 對 學好了 對 不過嫁這個字 還好 在第一排選字裡面 OK 還打得出來 還打得出來 有時候用一些立體字的話 就沒有人打得出來 對 嫁窩不錯啊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 可以 嗯 那 我覺得 你的 business plan 這樣進來 已經蠻清楚的 然後 我覺得還是比你很先行 就是 不管你透過出公司 或者是透過 你的頻道 還是要先把 這些不特定大眾 的善意 把 變成創業 可以有的 就是立體的力量 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你實際製作的那個 一個中心 那也許你 情商園 或者在附近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區位 那不然的話 其他的部分 我也會再問一下 我們是 看有的其他區位 是可以參考的 那但是我還是建議說是 這個大的園區 就包含社的住宅 或什麼等一部分 而不要說 自己去包一個 這樣大的地方 因為那個 risk 我們其實在上上禮拜 有跟酒樓的創辦人間 對 那我們跟他 就是我有跟他 稍微分享一下 這個議題 那因為這個東西 畢竟是 畢竟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是 他是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他們有一些 適合的場地可以做 一些實驗性的嘗試 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樣子也不錯 就是跟著他們 就是也是一個 一個嘗試的一條線 這樣子 那當然這就是我們 兩者之間的 怎麼樣去配合的 一些的問題 這樣子 那就是 其實有時候就是 他忙我們也忙 所以有的時候 訊息就是這樣分分去去 但是我知道就是 我們有各種 有一個 算是簡單的夥伴關係 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 就是像是社創平台 他們現在常常也是 在把一些 一些老宅啊 做衝生啊 像這樣這些東西 我覺得 跟著他們一起合作 或者甚至 他們也是一個 這個 社創平台的 一個合作 一個合作對象的話 我覺得都會是一種 好好發展 那你們現在有哪些 補貌是已經在 UberEats 或補財大商店 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Daly Day D-E-L-I-D-A-Y 但這個 並不是我們 跟我們公司本身沒關係 只是 只是 有 有 很有的 有餐廳 這樣講嗎? 有台 對對對 他就是一個我們認識 然後他已經在上面在做的 那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 有認識一些廚師朋友嘛 那 他們 他們隨隨便便 都說 誰在誰在那邊做 誰在誰在那邊做 所以其實 要去接觸到 已經有在 在外賞平台上 做生意的店家 對我們來講 所有的 當然 Daly Day 做的比較是 強調自然 對 他並不是 對 但當然他們的 branding也是 蠻好的 我覺得 重點還是說 你想的這個 新的branding 它要好到 所有跟你 戀名的 都覺得 它有加分 有應該上的加分 就像說 你先入房 幫霧麗莎 咖啡加分 就是說 霧麗莎咖啡 它必須要感覺到 挂陷入房 三分子 在它的 產品線上 或在它的 木屋上 或在它的 什麼東西上 它不只是 品質上的加分 那是最基本的 而是社會 總部 社會支持 上面的一個加分 那 網民跟網民也是一樣的 這個狀態嘛 對 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 這個已經列在 Race上的 都有某個 共同業 或者共同的主張 那這個主張 就必須要簡歷 優略 而且大家都覺得是加分 這樣子 就像那個 以前說的 夏浪哥的時候 都會 什麼 連線什麼之類 或現在大家 Hashtag什麼 對 那我想這個部分 也不是我們幾個人 想想 而是說明就是 大家厲害關心 也許一起來 訪問 那也許甚至 這個社長 都不知道什麼 最後找出一個 大家都能夠認同 但是又可以便宜 也要講這個 連接器的這個概念的 概念的措辭 跟這個 VII 那也許你再拿那個 概念的VII 當作你的 有一個 那這樣大家就會知道說 你主要開始 經營這個概念 那你有很多 加盟的朋友 那你有食品店 那可能 他們有一個 可以配合的地方 但即使這個食品店 還在蓋 或者還在儲備 那你也可以先 改 感覺到這個概念 不要說 那你可以去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就有特別加盟的組織 正在實踐這樣子 但是他們當然 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格外的 或機器品 但是它有一個產品 限是格外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就是collaboration 就是寫作 不是說它整個 架子到你身邊 有做關係 而是它 把一個產品 先寫出來 做你的這個概念的示範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至少 在你一開始 籌備的時候 是比較適合 你這種 影像破散的那個 品牌 因為你一開始 不太可能說 我提供足夠的金購 可以讓你把你的 愛產品錢都轉過來 這樣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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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公司遇到最大的一個 就是場地 場地的話 剛才有比較講到就是 我們在其實政府有那種行為 那種火爆空間的網站這邊可以去查 那上面就是政府資源的全部嗎 還是說可以有一個辦法做上位活化的 就是你如果接你就要承擔 來把它活化的完全責任的 那我剛剛講的比較是 就是社會主宅面前的裡面一塊面前清窗的這個 或者是像我們射窗中心 也是從公眾裡面劃出一塊去對我射窗 那這個就是有點像二房東的這個感覺了 可能我們現在有五臉門拍片 不是真的二房東 但是這個感覺就是說你的需要承擔的那個量 比較沒有整個空間那麼多 壓力會小 主要是你的新鮮成分 因為你要去證明給本來的公共有人說 你的活化的過程是對他的這個平台也好 加持也好 本來你要做的事情也好等等是有幫助的 這個是需要很大的新鮮成分 像這邊本來是空軍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有無人機械會要勉強 車窗進行攻擊 但主要還是就是你要有一個很長的說服的過程 對那在這部分我會覺得說已經三個人的團隊 這個新鮮成分其實非常大 就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不如就是有人已經幫你探了這個程度 向我們射窗中心 那但是這個又沒有辦法用到全部的空間 像我們地下室其實才剛開張 而且大家都還在想要使用法 那這個時候你把裡面的一塊說 欸那我可以把這一塊做出來 給其他的更大的那個地方看 那這個就是很好的 分別的擴充 而且也就像是你現在這個團隊大神可以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要有一個 華卡甩牌的空間 那光是形成分 所以我們甩牌就會停下去 所以不用做別人了 嗯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最好的做法就是先 你念先 你可以念 你念先 然後可以找到一個最好可以做的一個小小 我想跟我們實驗性的一個地方 讓大家知道說你這個是在幹什麼 然後讓大的品牌願意跟你 至少有一個短時間或短區域小區域的年齡 像有一個In-Time Coffee 它就是在101有一個Pot-Out Store 那它就是那一陣子而已 或者也沒有了 對 就是不是常駐的一個禮販 對 可是因為D01畢竟是一個禮販 所以它一下子就獲得很高的能力 然後大家再去做別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現在對於這種限時限量 就像你剛剛說這個小的雞蛋一樣 有的時候反而是狂熱 因為你知道就是一般是能夠的 會一般體驗的 那這個時候再加上一個 就是網路行銷的這個能力 就會變成一隻油測斬 其實有一本 而不是說好像每次都一樣 我就是 因為你如果每次都一樣 那你不如回到最傳統 是互聯絡定月一覽菜的那種做法 因為你就是要支持這個禮販 那就是我們叫訂閱式群 那這個也是一種概念 但是它就是說 你對這個禮販已經相當死忠了 我就是要吃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等於跟你訂午餐 我訂晚餐 我每天每天都要做這樣 可是因為你現在的禮販 你還沒有盛視緣情到這個程度 所以你如果現在去發起 訂閱式群龍的失敗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你不管用無權室 不管用增育室等等 先把理念破三一四零 那再測載再測載 到最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我好像習近期以為常 這個時候再去走類似音樂師群龍 或者是音樂師販 怎麼可能會做 就很了解 其實這樣就有一個出發的方向 就是該去找誰 該去找誰談 該去怎麼樣怎麼做 大概會比較清楚不清醒 對 因為畢竟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做頻道拍也可以做久 就會是想說 既然就已經經營出一個像這樣一個地方 那該怎麼樣去好好利用它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頻道的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把散落在各地的一些人 試著把它聚集起來 那我相信就是台灣最大陸是政府 做這種串流的最大陸是政府 那先過來這邊聊聊看 我覺得也可以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素材也休息私心授權 所以歡迎這個片段介紹你們的頻道 喔 對啊 對啊 好 大概是大家想覺得還算不錯 那我覺得其實在今天這個機會 我覺得可以 就是除了我音之外 就我也可以多了解一下 就是你自己 對啊 在處方在地下試圖的做官方 對對對 我就可以花些時間出去 就這樣說 非常謝謝 好 謝謝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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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